男子2000张现金被烧信用社,8小时拼接出1375张,9月6日上午在内江市资中信用联社发轮分社营业,室内三名工作人员正被一堆被火烧黑的纸币进行打捆风包。 为什这里会有这么多火烧币呢?事情要从8月30日说起当天凌晨5点家住资中发轮镇黄柳村的朱先生家音线路老化起火,放在家里的4500多元,现金被烧毁伤心之余,朱先生带着面目全非的纸币来到资中联社发轮分社。 三个工作人员花了8小时拼接出1357张纸币起火。 了8月30日凌晨,5点上在熟睡中的朱先生被一阵喊叫声吵醒,阴线路老化家中一房间起火等火被破灭后,却发现存放的4500元新纸币大部分被烧黑,同时还被救火的水浸泡。 这些钱,都是从银行取的新钱准备过年的时候用。 朱先生告诉封面新闻记者,随后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到信用联社兑换。 资中信用联社发轮分社主任徐刘接待了他。 当时朱先生端着一个锅过来,里面有烧毁的钱币、证件等,已经面目全非。 有一股刺鼻的交叉为徐刘说,因为纸币太多而且被火烧,又被水浸湿兑换难度较大。 然后徐刘和两名同事立即对这堆现金进行处理。 有一小部分,因被大火烧毁过半无法兑换同时,由于被大水浇湿,已经紧紧地粘连在一起极大的加大了清整的难度残抄票面。 有的部分已被熏黑不可分辨,下面的边缘已碳化,随时因外力地触碰使得碳化的部分脱落,无法达到兑换的标准。 从上午10点过夜直拼到下午6点,在工作人员8个小时的努力下,成功将这些残缺污损的人民币进行清点。 三类登记并从2000张被销现金中挑选出符合兑换标准的1375张按照人民银行标准兑换到2500多元,真的太感谢信用社的工作人员了这么耐心的帮我兑换。 当朱先生拿着崭新的灵钞、石阳起了九维的笑脸目前信用社正对整理出来的纸币进行更细致的打捆,三类疾风八随后将送往人民银行。